所以这个神的国度 神的国度就是我们都是信主的人 都是圣洁的国度 属神的子民 君尊的祭司 那我们在这样一个神国度里面 到底我们应该有些什么宪法 有些什么律法 有些什么我们要遵守的东西 这个就很重要 因为神都照着他的律法 他的方法来行事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这样的 那记载在哪里呢 我们看到记载在这个 约翰马太福音里面 等要看马太福音以前 我们来看神的子民 谁是神的子民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讲到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 那招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但是神的子民 就是我们的教会 子民里面有三种人 一种是新父 一种是儿子 一种是百姓 我以前有讲过 那个多在天国里面 多在天堂里面 所有的基督徒都是 都是神的身体 就是教会 都要进到新耶路上的城里面 就是所谓的天堂里面 这个属于这样的一个国度里面的人 他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宪法 今天我们就讨论这个 那这个看到启示录的时候 到最后 这个国度就诞生了 我听见有大声音 从宝座出来说 看啊 神的藏目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你看 我们所有人都要做他子民 有新父 有儿子 有百姓 百姓是单单相信信主的 没有得胜 那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这个就是我们属神国的子民 神国的子民 在新天新地 神国的子民 包括了基督的新父 有得胜者 神的儿子 跟随主耶稣者 神的百姓 仅仅得救者 这三种人 那这个神的子民 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 要遵守什么 就遵守我们叫做 登山宝训 登山宝训的 就是神的献法 神国的献法 登山宝训内容很多 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讲 一个内容 可能要讲一个钟头 那今天只讲一个 就是神国子民的福 第一个神就叠 他子民的福气是什么 等下我们仔细来想 我们不能漏掉一个 那第二个神国子民 是世界的光跟炎 第三个神国子民的 律法的关系 你们律法不能废掉 要到永远 那这律法到哪里去呢 下面四 神国子民的律法 刻在我们的星板上 第五 神国子民 要保存生命 不下地狱 所以假如一只手 叫你犯罪 你就把它砍掉 那你这里 你的人要进入天堂 一只眼睛犯罪 就眼睛挖掉 这是神国子民的一个原则 那神国子民不可以修其 现在最后幕后时代 很多年轻人都随便接会 随便修其 这是不可以的 神是不可以的 那神国的子民不可以启示 不可以对着天启示 对着耶路撒冷启示 对着头启示 神国子民不可以恶人作对 不要跟恶人作对 神国的子民要完全 像你天赋完全一样 神国的子民真正的要虔诚 对神要有一个谦卑 一个虔诚的心 就是那个敬畏的心 来到神的面前 神国的子民是 存一的信心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最重要就是靠着我们的信心 神国的子民不要论断了 免得我们被论断 神国的子民要进窄门 这有很多 但是我只能讲第一样 其中可能我以后还会讲一样 就是神国子民的律法 刻在我们心板上 什么是福 今天要讲到福 我们看福 我们一般人认为的福 就是生命经理讲 你们若留心听我耶和华 你神的话 谨慎遵行他一切的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 你若听从了耶和华 你神的话 这以下的福 必追随你 临到你们 这福后面福就一大堆的 就是我们眼睛所看得到的 我们的儿女 我们所养的深处 我们所进出的平安 这个等等全部在这里面 这个就是我们人一般要看得要得福 是看得见生活上的一个祝福 这是我们人一般看得见 到了28章的第15节这里讲 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 神的话 不仅所遵行他的一切的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 这以下的咒诅就必追随你 临到你身上 后面有一大堆的咒诅 这也是我们一般人就不喜欢的 这个就是一般人的 一般人认为所需要的福 是指这些外在生活上的祝福 那现在我们来看保罗跟大卫的看法如何 保罗这样讲 唯有不做工的 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 他的信就算他为义 这个人有福 所以我们得到的救恩的恩典 是不要负代价的 不要做工的 你不做工 而得到赦免罪人的神的称义 这个人是有福的 那这个观念跟大卫也是一样 所以他后面几个大卫讲的 那正如大卫称那行为以外 蒙神算为义的人 行为以外 就是不靠你的行为 但是靠神的恩典 那称为义的人 是有福的 这个人是有福的 那今天真正的有福的 就是我们现在信耶稣的基督徒 所以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 就是认识的耶稣 接受的耶稣 这个你一定要肯定这一点 不然你失去了 这个真正的福气的意识 意义 所以这一点你先拿到 至于外在的话 其实神已经议许我们 只要你们先求 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一切也都会加给我们 所以我们心不是放在那里 我们心是放在 我们是信耶稣得救 成为神儿女的 这是一生最大的祝福 他说 大卫怎么说呢 他得赦免其过 赦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那得赦免其过 赦盖其罪的是谁呢 就是除了基督以外 没有人能够赦免你的过犯 赦盖你的罪恶 所以也就是说信主耶稣的人 才最有福的 主不算为有罪 这人是有福的 如此看来 这福是担加给那受割离的人吗 在犹太人他认为是给他的 不是给别人 所以他藏着割离跟律法 他自以为义 那神说不是 不是担给这个受割离的人 也不是加给了那未受割离之人吗 那未受割离的人不是也可以加吗 那怎么加呢 就借着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后世 这也是有点不一样的 这要信耶稣的 因我们所说的 亚巴拉罕的信 就算他为义 所以我们这一切信主 得到神的福气的 都是从亚巴拉罕来的 就是那个信 亚巴拉罕那个原始的信 神说什么他就相信 今天我们也是 神说什么我们就相信 所以主耶稣讲说 那没有看见而信的有福了 因为人家传福音给你 马上你就信了 这个人有福了 那保罗认为的 因信称义的人都是有福的 与大卫的想法是相同的 那生过子民的福 现在就讲到正文了 福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三节到十二节 虚心的人有福了 三 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 饥渴沐沐浴的人有福了 四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连续人的有福了 五 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七 清新的人有福了 六 清新的人有福了 六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此人和睦的有福了 七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八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圣经上他把它分成了八个福 其实后面还有一个福 人若因我的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 凝造各样的坏话 诽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这个福是什么 这个福后来就把它归在第八个里面 第八个是因为未义受逼迫 逼什么破的 逼迫的那个内容是什么 就是被人家骂 被人家捏造等等这些 那但是这些被捏造 被污蔑 为了神的缘故被污蔑了 那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识是大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这样的逼迫他们 所以在旧约时代 主耶稣还没有来 新约的信徒还没有产生的时候 那先知是很重要的 因为先知是神的灵 降到他身上才在讲话 那真的是做神工作的人 也常常被逼迫 所以今天为了神的缘故 你被逼迫 这也就是 这个是 一样跟那个先知一样被逼迫 所以也是有福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只要为神的缘故 被人家欺负 辱骂 这些我们都是有福的 但是我们以前不知道的时候 只要人家骂我们 我们就跟他一起反抗 所以有一次聚会的时候 有一个牧师在台上讲道 讲主耶稣救人 在下面有一个人喊说 耶稣怎么能救人 骂他 那个牧师就气掉的时候下来 脱下他皮鞋在他背上 便宜他打一顿 打一顿回去以后 也就没事 但是当这个牧师睡觉 早上起来他做梦的时候 他就梦见了 他的背 看到了耶稣来了 耶稣给他看他的背 他说你总结马上打那个人的 打在我的身上 打在主耶稣的身上 所以为主耶稣 传福音的缘故 被人家辱骂的话 我们就忍受 因为这都打在耶稣的身上 耶稣说 他不是厌弃你 乃是厌弃我 神对那个 那个 撒末尔讲 因为撒末尔讲说 他们要一个王 他们不要 他们不要神做他王 他要立一个扫罗王 那撒末尔说不行 一定是神是我们的王 那耶稣就跟他讲 没有关系 因为他不是厌弃你 乃是厌弃我 所以说我们今天 为了神的缘故 你反抗的话 或者你起来什么 做暴力的话 你的结果 看到这个见证的结果 你就打在耶稣的身上 打在耶稣的身上 所以我们碰到这样的情形 我们忍受 我们忍受 为主忍受 这一些人 所以这个叫做 为义受逼迫 那登山宝训 我们搞过八福 今天就讲这个内容 那神所赐的八福 第一个 虚心的人有福了 我们特别注意 这个我们知道了 里面的意思的话 就是我们今天是神国的子民 必须要有虚心 虚心这一个条件 在你里面 那虚心的意思是什么 是指邻里贫穷 不是你物质上贫穷 是邻里面贫穷 好像摸不到什么 没有生命 好像里面枯干的 你常常都感觉到这样 你就渴慕神的人 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 最主要一个条件 就是渴慕神 你如果没有渴慕神的心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往前走 你就爱这个世界 你一天到来这个世界 你已经非常对你 你已经很美好 很满意 你都不会渴慕神 我从17岁开始 渴慕神的话 我都一直没有停过 你只要看到哪里 讲神的话 讲真理 我都要去了解 去明白 这个就是我们 渴慕的心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今天信的主 你到底是渴慕什么 你是渴慕 大家来到国外 没有一个social 没有一个活动的地方 到教会 跟人家做做的人际关系 你还是要到教会里面来 找你的同伴 找你的伴侣 你还是来到教会 你要寻求真理 就你自己选择 如果一个人真是 神这么奇妙 神的真理这么好 我很想来找真理 那你就秉着这一个 渴慕的心来找真理 神一定会满足你 因为神说 寻求的必寻见 必须的寻见 以前有个弟兄 来这里读书 他来这里 他在教会 他我是来教会 寻求真理 他现在离开我们教会 在福音派里面 他现在很爱族 然后你大家都认识 所以这个是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寻求真理 这个传道者 传道者是谁呢 是所罗门写的 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人 他写的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所以你假如追求物质世界的 全部都是虚空的 整个神的观念来看 今天我们看到物质世界 是太棒了 太好了 太美了 但是神的观念 物质世界是空的 是个影子 那我们不知道 今天读了圣经才知道 所以不要去羡慕 这物质世界 你先要求神的国 跟义 神就给你 那人没有神 就是虚空的 虚空的 你一个人里面 没有神的话 你就变成虚空了 因为最有智慧的 所罗门说 世界就是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他最有智慧 没有一个人比他智慧 因为他当王的时候 神说 问他你要求什么 很多人都要求 那个富贵 荣华富贵 那所罗门要求智慧 因为你如果不给我智慧 我就没有办法 智慧你的名 神就给他 似乎超过所有的人 他有一个故事 有两个夫人 都各生了孩子 但有一个夫人 不小心把自己孩子 压死掉了 他把那个孩子 就推到 另外一个夫人的旁边 他把那活的孩子 就抱在怀里 早上醒来 那个抱着死孩子的 一看 这不是我的孩子 那一看 怎么跑到你的怀里 就两个吵起来 吵起来以后 就谁都没有办法断定 谁是谁的 因为刚刚生涯的 也看不出来 那后来断到 所罗门王的面前 所罗门王说 简单啦 拿把刀来 把那活的非 劈成两判 一人一半 和那个真正的妈妈说 不要不要 不要劈他了 我就给他好了 我不要 所罗门王 就判断出来 这个才是他真正的妈妈 所以他的智慧 超过一切 所有的人的智慧 那这里讲的 林肯说了一句话 人生就是一篇文章 不在乎长短 乃在乎内容 这内容是什么 他说就是上帝 所以人没有上帝 你一点意义都没有 活的也没有意义 你没有神的话 没有意义 所以人生的内容就是神 神就是人的内容 物质界是一个影子 永恒界 才是实体 所以人没有神 就没有内容 为什么人没有神 没有内容 神在永恒界 永恒界是一个实体 那我们用图来看 现在我们看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就是灵界 跟永恒界的 一个生活状况 一个整个环境的基础 就是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 我们看到一个 在永恒里的一个本体 你这里有个鱼杠 是在永恒里 它是本体 但是我们在世界上 看到什么呢 世界上看到的是一个影子 这个人在世界上看 那这个人又跑到太空去看 量子是存在 它是有概率存在 它哪里都有 它跑到太空了 在外太空来看这个鱼 还是一个鱼 那我们一看 说你人在这里看的话 到外太空来看的话 你必须人从这里跑到这里 但是你在量子世界 它不要跑到这里 你也在那里 所以它这里看跟这里看是同时的 同时看到的 这个是本体 这个都是一个影子 看到的影子 所以这里面不需要传输 同时发生的 这个就量子世界 不是我们物质世界 物质世界不行 你在这个甲地看到的 那你跑到椅地就看不到 你必须要坐车 坐到甲地去 怎么能看到 在量子力学 就临界 你在这里 你也在那里 到处都有 所以你当时看到的 全部都是当时就能看到 不必要传输这个 所以现在就是 发明了一个量子力学的 这个卫星 卫星的话 就卫星看到了 跟地上看到的 同时看到 不要再等着传输了 这个叫量子通讯 这个量子通讯 现在最发达的是中国大陆 所以中国大陆 已经发出去那个 这个卫星 把整个定位系统 都已经完成了 这个系统比美国的 GPS还好了很多倍 所以美国的要去看 这个 中国大陆 潜水艇什么在哪里 它还要经过一段时间 来看到 但是那个 经过量子力学的 这个传输的话 一下就看到 所以中国大陆 有它的卫星 它可以同时抓到 美国人的那个 航空母舰在哪里 它都可以抓到 所以这个量子力学 就是在灵界 灵界它都可以 看得很清楚 但是这样讲回来 那这个物质世界 根本都是虚假 是一个影子 那我们不对 我们看到沙发 沙发怎么是影子呢 沙发是一个实体 但是你这个观念 是我们人的观念 那神的观念 实体在永恒里面 所以亚当是基督的影子 亚当是起初的亚当 基督是幕后的亚当 所以说这个 我们物质界 所有东西都是影子 现在我们来看到底是影子 还是食物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沙发 影子 房子 看到的 你看到是食物 但是在你脑子里面是影子 脑子里面 到了脑子里面 这是一个信号 不是看到这个亮的 有颜色的 黄的 红的 不是看到实际东西 这都是一个 你信号跟影额 所谓的 研究人脑子的看 所看到的实体 都是影额 所以这个这里面 非常奥秘的一个事情 就是将来有一天 这物质世界要消失掉 全部都没有 只有永远里面 才是本体留在那里 所以保罗讲说 你们要顾念那看不见 你们看不见的到永远 看不见的就是战死的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 要有不同的观念 所以我们就会变成 不要爱世界 和世界上的一切 你如果爱的世界 爱父的心就在它里头了 这个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读圣经 要领摆神的原则 神的法则 那在物质世界 这个永恒里面是本体 现在自然界跟超自然界 我们知道有物质界 灵界跟永恒界 那被造界 灵界跟物质界都是被造 只有创造界是永恒的 那这个创造界跟被造 灵界都是超自然 我们在自然界里面 我们不明白这里 这里情景 这里就量子力学的这个作用 跟我们现在物质世界 是不一样 那这样的话 我们人在地上 根本不知道上面的事情 根本完全不知道 那天使 撒旦都比你知道更多 那这个地上的 发生的事情 是怎么来的 你今天 今天我们坐在教会里面 坐在家里面聚会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呢 完全从天上来 这个就是用信心 看见的 看透了天上的事 是什么 就是这个未见之事的确据 今天发生的事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是这个所望之事的实底 在灵界的所望之事的实底 就是今天发生的事 那这个叫做 在人在地上的拣选 拣选 所以我们在 这个怎么发生呢 你人在这里拣选 你选择来聚会 今天来聚会 你选择聚会 就马上到天上 变成神的命定 神命定 你就在这个家里面 参加用的聚会 你选择了 神就命定 命定的同一时间 确计就产生了 所以你想的时候到成功 同一时间 这完全是同一个时间 所以一切 所有地上发生的事情 都是从永恒界来 从神那边来 然后经过灵界 然后再到物质界 那灵界里面有什么呢 有撒旦 在偷窃杀害毁坏 它还在破坏我们 所以我们要学习功课 在这个灵界就把它捆绑 灵界就把它捆绑住 一个人要到一个家里 去偷窃他的东西 你一定要把它壮士捆绑 你才能进去 那这捆绑灵界的 灵界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教会 教会一出来 就跟阴间的权变 连在一起 他说我要把 教会建立在盘石上 这个盘石的阴间的权变 不能胜过他 不能胜过他 那阴间的权变是什么 神天国的钥匙 那天国的钥匙是什么 你在地上释放 在天上释放 在地上捆绑 在天上捆绑 这个就是讲到 这个我们在地上所绝点的 我们冻足的灵魂捆绑 撒旦 灵界就被捆绑 那神的旨意就想了 所以这个三个关系 现在的关系是 从永恒界到灵界到物质界 这样发生的 所有的事都发生了 那现在到了 新天新地不一样 因为这个天降下来 就是永恒界的 那个伊甸园降下来 本来将来空中的时候 是千禧年 神来管这个世界管一千年 那最后降到地上来 就变成天堂了 那降到地上来的时候 就神 人 跟那个三一神 都在一起了 所以老约翰看到殿里面 就没有神的宝座 也没有这个 这个里面都是荣光 只有基督 羔羊是这个殿的灯 那其他全部都是神 在里面 那神就住在人的里面 人也住在神的里面 这个叫做尼玛内利的神 这就是将来我们的天堂 好 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些 亲爱的弟兄 你不要去爱这个物质东西 物质东西有一天会消失的 会不见的 我们要顾念的是 看不见 神的法则 神所讲的一些原则 我们这个要顾念这里 那这个就是 撒旦乃在这里特切扫坏 刚刚现在讲到 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二节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神命 所以今天我们信的主耶稣 我们是有生命的人的 第二我们来看 因为神 神是人在世上 所能寻找得到最后的满足 你一个人得了全世界 你都不满足了 你有了钱你还要更多 你有了车子你还要飞机 有了飞机你将来还要是 做那个火箭去太空 你永远不满足了 但是你得到神了以后就满足 最后的满足 人生在世没有得到的 不断地追求 但是一旦得到了 也不过如此 你要追求半天 追了个半天 得到了也不过如此 就没了 那因为呢 世上没有一件事情 能够满足人的心 除非找到了创造万物的神 才会有满足 所以我们心中如果没有神 这个人永远不会满足 这个就教导我们 那世上也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讲第一福了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虚心的人就心里 你里面贫穷 而且渴慕神话语的人 不断地追求 不断地追求 那你就会进到天国 因为天国是要努力进去 你虚心渴慕神的话 你不断地努力 不断地努力 不断地认识 不断地追行 那你最后是在天国里 如果你不渴慕神 你渴慕这个世界 追求这个世界 世界一切的荣华 荣华富贵 你都喜欢 追追的半天 你天国就丧失掉了 因为你没有这一个品格 这个品格就虚心的人有福了 我们就淋漓贫穷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渴慕神的话 就会在天国里 这是第一福 那基督徒呢 应该是谦卑虚心 看别的你自己强的人 也就是 你里面贫穷 渴慕神 结果在天国里 成为了新富 这个诗篇第四篇的第一节讲 神啊 我的心切慕你 如露切慕吸水 这个切慕 就是渴慕的心 如露切慕吸水 那这个 这个是谁写的 是这个 可拉的后代 可拉因为违背神的在这个 在西乃山那边的就已经被全部埋在地里面 但是有些没有跟他们去违背神的人 他留下来 但是他真认识神 在诗篇里面有很多可拉的诗 可拉后代写的诗是非常美的 非常好的 他非常认识神 他没有因为神惩罚他 他们的祖宗 他们一背弃神 这个神就讲到我的心啊 有切慕 他很切慕神 如露切慕吸水 这个露没有吸水的话 他怎么活啊 他没有办法来这个解渴 但是有些吸水他们高兴的 这个就是切慕的心 这个第二条 第二个 第一个我们要用 你里面凭酒 要渴慕神 第二个 哀动的人有福了 什么叫哀动 哀动的人是指最 是为罪忧伤痛苦的人 哀动很痛啊痛啊痛 为什么痛 我为什么要犯这个罪呢 有时候我们做错一件事 我们都会在那懊悔 哎呀我刚才不做就好了 哎呀我刚才没有这个时间就好了 能不能倒回去 我不想要这个时间 你发生一个很惨 我过去年轻的时候 常常会这样 走路一下摔倒了 被人家看了丢脸 哎呀刚才为不跑就好了 刚才不要走就这样 痛苦的心 现在年纪大老了比较没有 所以看到一些丢脸的时候 常常觉得懊悔 哎呀就很非常不要 但是我们基督徒懊悔 不是只是你懊悔 因为你要面子在能懊悔 那我们到神的面前来祷告 用罪悔改 这是重要的 所以哀动的人就是一个 为了罪 忧伤痛苦的 大卫就是这样 大卫犯了罪以后 他写五十一篇 神所要的 既乃是忧伤的灵 神啊忧伤痛苦的心 你必不去看 大卫犯罪 夺了人家太太 杀了人家先生 当那个先生来告诉他的时候 他才发现他的罪是最大 很罪很深 他当时在那边讲谁的时候 他说这样犯罪人家 遭报四倍 结果大卫就四个孩子死掉 不但死掉了以后 他这一生一世 这个刀剑不离他的家 他就得到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惩罚 那这个惩罚 他后来就完全悔改 他就写了四篇五十一篇 四篇五十一篇是他悔改时 他不是很好色吗 他的兵费都有三千 一千的这么多人 那他就很好色的 到老了以后 他已经没有力气了 人这个宰相 都认为他已经是那个 已经是那个快老了 没有了 但是他好色嘛 就在苏山城里面 找一个当时最漂亮的女孩子 来扶持他 那陪着他 快动都没有东西 因为他改过了 他是认罪悔改 是确定的改过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弟兄姐妹 要认罪悔改 是要改过了 你不要认得再认 认得再认 你没有什么用 你认得不要改过了 大卫到晚年的时候 不再有色情的这个心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改过了 我们知道有些人色情的人 到了死了 做色鬼他都愿意 他再快死了 他都愿意去犯色情 但是大卫全部改过了 所以说神是 神是合身心意的一个人 他做下的事都没有 神所要的记忆 就是忧伤的你 神啊 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 然后这个是第二福 这个就是天国的利益 我们要遵守的 哀动的人有福了 那这个是福的结果怎么在这里 哀动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因为在神的面前任罪悔改 神就舍母你 得到了安慰 你得到了安慰 但是你讲一个人 为了罪哀动的人 就是忧伤痛苦 必得神的安慰 神用什么来安慰人呢 是用神的话 就是神的话来安慰 人的话规定能够安慰人 正如约伯的三个朋友 你们知道约伯在受苦的时候 三个朋友来 三个朋友很够意思 他看到这么苦 他也不讲话 坐在那边 跟他陪他几个礼拜 他也不讲话 最好的最好的 所以说人家有痛苦 你跑去陪人的话 最好少讲话 因为讲话呢 你就使他想起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来 让他就没有办法 你就少讲话 陪着他就最好 但是这三个朋友 到最后也是沉不住气 怎么沉不住气呢 他到最后讲话 讲了好几张的话 一直在讲讲讲 讲了以后 让他怎么样 让他就 岳伯也生气 岳伯怎么生气呢 他就纵住自己生日 我如果这样痛苦的话 他都没有埋怨神 他始终都没有埋怨神 他就说我倒 不要生在世上到好 就纵住他生日 祈祷这个样 看他发怒 直到神亲自向他显现 用神创造的大地的问题来问他 从此以后 约伯就不再说话 却说了一句话 我以前风闻有你 现在亲眼看到你 最后得了安慰 他就得到了安慰 那上帝跟他讲什么话 我现在念给大家听 在约伯记的38章 那时耶和华 从旋风中回答 约伯说 他说谁用无知的言语 使我的旨意 暧昧不明呢 你在那儿骂 骂了37章的 前面37章的 为自己辩护 这个谁在那里 用爱美的话语在那里讲的 这意思就是指责约伯 你要如勇士 你要像勇士一样束腰 我问你 他开始问了 你可以指示我 我问你 你要给我解答 你答得出来吗 我立大地的根基的时候 你在哪里 这根本人都还没有被造 立大地的根基的时候 当然不知道 那现在我们从这个 约伯的苦难书里面看到 神要在这个大地的时候 还要立根基的 以前别的地方都没有讲 创世纪也没有讲 你若有聪明指管说 你有聪明指管说法 我立大地的根基你在哪里 你若晓得就说 是谁定地的尺度 是谁把准神拉在旗上 神创造一度的时候 还有准神呢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 地的根基安置 我也不知道 一个圆的 这根基到底在哪里 谁来拖住它 那地的角石 是谁安放的 那时成心一同的歌唱 神的种植人也都欢呼 那这个时候 他问他的时候 那个约伯一句话都答不出来 我根本都不知道 所以他不讲话 不讲话以后 神后面还讲了很多了 讲了很多动物 河马 这些里面一定有很有意义的东西在里面 但是还有些事还没被解开 不知道讲这个 我们看也看不懂 听不懂 那这个 讲完以后 他就说了一句话 非常宝贵 他就说 我以前 从前的 风为牛 我听到神的话 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听牧师讲道 我听到神 但是现在的亲眼看到你 最后就得到了安慰 他得到了安慰 我们来看耶稣 耶稣在十字架上安慰了他的母亲 他这段圣经是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的 有他的母亲 与他亲爱的姐妹 并 并 哥罗 爸的妻子 玛利亚 和莫达拉的玛利亚 耶稣 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个门徒 耶稣所爱的门徒 就是彼得 他这个门徒 站在那边 那最后 定十字架 所有门徒都跑光 只有彼得留在了 就对他母亲说 母亲 这个是我们翻的是母亲 中文 那原文是叫夫人 看你的儿子 又对那门徒说 看你的母亲 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去了 后来查好历史 真的 这个约翰就把 把他的母亲接到家里 把他一直养到老 都是他来养一养的 那这里就看到一件事情 因为 玛利亚他同里怀孕 他知道这个孩子是从圣灵怀孕 不是一般的人 他知道他有神性在里面 所以当他称他夫人的时候 就是耶稣以神的身份表现 他称他夫人的时候 如果你称他母亲 那耶稣被定在十字架 他母亲哭死了 哎呀我的孩子被定 那称他夫人 在神的立场 因为这个孩子是属于神的 夫人他母亲就没有这么的伤心 因为他母亲把这件事情藏在心里 他不明白 把他藏在心里 那这样的话 他为了要使他的母亲得到安慰 他就叫把他交给了彼得 那彼得后来就把他养老 这个是记载在这里 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 也安慰了他的母亲 所以什么话能够安慰我们的人呢 就是有神的话才能安慰人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就是神的子民 就是子民我们要有这个痛悔的心 哀动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就是为罪 这个忧伤痛悔 为你的罪忧伤痛悔的 他必得到的安慰 必神得到的安慰 在这里说 在这里耶稣对玛利亚 玛利亚中文翻译成母亲 其实的原文是夫人 夫人就是女人 那时的耶稣是以神子的身份 向玛利亚说话 所以玛利亚明白耶稣的身份 也得了安慰 他就得了安慰 因为约翰把他养老 这个第三个 第一个我们要有 渴慕神的话的心 这个你是神的子民吗 你们常常有渴慕神的话 第二个你常常为你的罪要来悔改 就为你的罪要来忧伤痛悔 这个心这个必须要有 第三个温柔的人有福了 那温柔的人就是柔和 主耶稣说我柔和谦卑就是柔和 是指经得起打击的人 这个经得起打击的人 温柔的人不是消极的软弱 你经得起人家欺负打击的话 那你不是一个消极的软弱 他乃是一个积极的刚强 这就是柔能克刚 这个温柔是经得起打 折打 迫害顶撞 人顶撞你迫害你 折打你 你经得起 一个打仗的时候 经得起这样打仗的人 他是得胜者 得胜者的话 我们来看后面 以赛亚书53章7节讲到 耶稣是怎么样一个人 他被欺压 在受苦的时候 却不开口 他一句话都没讲 那我们现在如果被人家抓去 要有枪毙 他在后面乱口乱叫 二十年后一条好汉 主耶稣无罪的被抓去 第十十一家的时候 他一句话都没讲 他受欺压 却自卑 不开口 他像羊羊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一只羊到宰杀之地的话 又像羊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 一个羊在剪毛人身 一点声音都没 我们常常看到那剪毛的时候 用了电动刀剪毛 羊都不讲话了 没有声音了 就让他理解 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 为什么不开口 因为他柔和 他柔和是经得起这些毒 这些打击的 因受欺压和这个审判 他被夺去了 至于他同事的人 跟他一起的人 谁想他受了鞭伤 从活人之地被剪除 是因我们百姓的罪过呢 那在同事的人看到他 他以为他是被 他不好被神惩罚的 但是圣经另外一个地方 讲说哪知 哪知就突然挥舞到说 哎呦他不是为他自己 而是为我们的罪 所以这件事是因为 我们百姓的罪祸 而受到罪了 所以他因为要完成他的救恩 为了百姓 他受到的领怒 一点都没有去反抗 也没有去折打 也没有生气 这叫柔和 这个柔和就是温柔 温柔 他这样的温柔 结果克高 或者最后胜利 他是战胜的魔鬼 战胜的死亡 最后是胜利 所以一个人在打仗的时候 你柔和的 领受一切的打击 领受一切的困难 但是有一天你得胜 你才会 这个得到地图 另外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看这温柔 这个主耶稣的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 得享安息 那个主耶稣的保留下 就是柔和谦卑 这个柔和的就是 来对付自私 谦卑的就对付骄傲 这两个是 撒旦放在我们肉体中的 两个罪根 这两个罪根 主耶稣在这里全部胜过了 柔和谦卑胜过了他 所以他得享安息 就得胜了 所以我们也要学他的样式 要负他的恶 为什么要负他恶呢 因为他跟我们一起 负恶的时候 我们不必处理 因为他会帮我们 走慢了他就走快拉你 你走快了他就把你拉慢一点 就跟着主耶稣 所以你身为神的儿女的人 是悲弃十字架 跟随主的 成为神的儿女 得胜的 成为神的亲父 那这个真正的福的 这个整本整章圣经是这样讲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温柔就经得起打仗 经得起考验的人 他是打胜仗 打胜仗他必承受土地 那打败仗他跑掉 这个土地不属于 你最后你打胜仗的人 你才得到这个土地 那温柔的人是打胜仗 因为他不怕这些的困难 也就是说 那个柔能克刚 老头子老了 老了以后牙齿都掉光了 舌头还在 因为那个舌头是软的 他就说笑话 我的舌头就是 你柔克刚 把那个钢的牙齿都磕掉 所以以柔克刚 你得胜 你得胜的结果 就承受那个土地 那假如是你打败者 你当然没有土地 这个地不属于你的 你会赶出去 这个就是温柔的人 有福了 被打败 所以为了神的国度 我们要忍受 忍受一切的迫害 等等 那最后我们就要坚持 到底我们得胜 在这个路上得胜 在罪恶的路上得胜 那最后神所赏赐的产业是归你的 这个就是我们第三个 这个天国子 你第三个要有 第一个要渴慕的心 来由淋你空虚 第二个要为了罪 常常的责备自己 这样的人忧伤的心 神必不清看 然后第三个就要用温柔 温柔说经得起考验 经得起苦难的这个人 将来最后的胜利是他的 这土地也是他的 他们必承受土地 是什么意思的 就是在打仗时 他们必得胜 得胜者就得了这地 败者就失去了这地 这个意思就这样 第三符是意思是 经得起打击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胜 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他的 林肯说了一句话 打败敌人不骄傲 你打败敌人你不骄傲了 就是你得胜了两次 第一次打败了敌人 第二次打败了自己 所以打败了敌人不骄傲了 你胜了两次 所以你要得胜的话 你就是要有这样温柔的心 忍受这些的苦难 让你最后得胜属于你 你现在没有办法忍受 一打胜的你就骄傲了 那最后你就败在你自己的 骄傲里面 所以你最后还不是你得胜 最后有时候 有些人你看他得胜了 他这一骄傲整个就败掉 所以失败的是在骄傲 骄傲于你先 你一骄傲了 你就将来就能得到失败 第三符的教导我们 能够的忍受一切迫害 患难 一切的攻击或者陷害 好让我的靠主得胜 靠着主耶稣得胜 这是天国宪法的仪器 这一点我们要认清 因为到我们也讲这个以前 可能没有一个人会接受的 接受这个观念 但是神已经告诉我们 在主耶稣亲自讲 在山上告诉我们 这就是得福的一根源 那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学习忍受这些 人真正的敌人有三人 第一个就是世界 世界要靠天父 因为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一切 人都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头了 就世界跟父两个敌对 你爱了世界父就不见了 爱了父就世界不要了 所以要把世界定在十架上 那我们要的是父亲 肉体是要靠圣灵 因为肉体跟圣灵两个又是敌对 你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跟平安 但是你要体贴肉体吗 还是体贴圣灵 这两个敌对 撒旦是攻击神的德女 撒旦他本来是要跟神比一个高下 结果比不过 他被神打下来 失败 失败以后 他就专门找他神最爱的人 神创造所有的宇宙万物 他最喜欢的就是人 他找人来下手 所以撒旦看人 是眼中的刺 看到任何人都是刺 想把你吞掉 然后你看那些跟从他的人 他的使者 把他当宝贝 这样 那但是神跟我讲 他看我们人是眼中的同人 两个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来 胜过这撒旦 就是要靠圣子 靠着主耶稣 因为主耶稣是看我们是同人 是那个眼中同人是保护的好好的 那撒旦就是看我们眼中是要把你除掉 这两个 所以世界要靠圣父 肉体要靠圣灵 撒旦要靠圣子 基督徒每天都遇见这三个体的 每天都碰到这三个体 你为了这个世界就离开了父 就每天都碰到了 而且并且要得胜才会有 对这三样你得胜了没有啊 你的肉体是顺从圣灵的还是顺从你自己 没有关系神死慈爱的他会饶恕我的 我做一下也没有什么关系 别人比我坏的更多了 那你完蛋了 你就没有得胜 不是有 这个邪恶来的时候 你不要让他 这个罪恶到你面前来 你看第一次没有错 因为这个世界都是罪的 看第一次都没有错 但是你看第二次的时候 那你自己负责 人的错误是在第二次以后才开始犯 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看到世界不乏的事情 看过了就走掉了 不要再去谈点 看第二眼的时候 你就要负责任 你可能就要失败 好 这个饥渴慕易的人有福了 这里 这个字啊 在这个圣经中 这个义这个字在圣经中 指义人 罪人 他是指人 义就是耶稣 是义人 罪人 亚当 就是罪人 完全相对 你两个相对 但是我们在世界上看这个义不一样 在圣经 义人是信耶稣的人 罪人是不信耶稣的人 我们分得很清楚 那义在我们的中国人的观念中呢 是指什么 是指离义廉耻的义 那国之四为 离义廉耻 国之四为 四为也不当国乃亡 灭亡 这个是我们在学校里面都会写的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四为 这个四为 离义廉耻 国之四为 那四为就是离义廉耻 八德就是忠孝仁爱 信义和平 又一个意 那忠孝仁爱 信义和平呢 这叫八德 八德 这四为八德呢 乃是一般学校的校训 现在没有了 但我们以前在学校里面 有这个标语 叫我们学习 那义呢 是四为之一 这四分之一 你知道 义在八德里面是八分之一 不是全部的道德 在这里呢 义这个字 只能够代表四分之一 八分之一的好处 为什么义人能代表最完善 最道德的人呢 义人 义人就是 这个我们中国人看的义 只能代表四为的四分之一 八德的四分之一 但这个义人是一个完全的人 这义人是跟罪人两个相对 没有一个义人在实际上 那信主耶稣基督的人 神看他为义人 称他为义人 那只有一个是义人 就是耶稣 他从来没有犯罪 就叫真正义人 那这里说罪这个字的希腊文的意思呢 有两个形态 一个就是居行出轨 就开车的时候就跑出轨了 火车开出轨了 就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 剑不住故 剑不住故 告还是故 就是剑如果不中把 过头了或者打不到了 这多是罪 罪是这两个意义 一个是出了轨的 一个就是打不中 那过呢就是居行出轨 剑呢就是过头与射不中 过头与射不中 这两个都是罪 目标都是罪 那罪就是过于不及 超过或者打不到 这都是罪 不应该 也就是不应该做的事 就做了 这是什么 那不应该婚前生子 那就生了 不应该没结婚了 就两个就住在一起了 这个就是过 过于不及 这个过了 那应该做的事 不去做就是不及 你应该要养你的孩子 你生的孩子不养丢掉 那这个不应不及 那这两个都是罪 因为不该做的做 知恶不拒的是过 你知道这个是不对 你不拒绝的话 那就是恶 知善不行的话 也叫做不及 所以这两个都是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 罪的意思就是 你就没有达到 什么标准的罪 那罪人的反面就是义人 那我们看的义人 你思维里面 只有四分之一 八的里面 只有八分之一 不是完整 但圣经讲的义跟罪 是两个 别人的相对 一个是义人 是罪人 义人 耶稣是义人 我们信的主 他称我们为义人 那我们 以此观念来看 什么义 看什么是义 我们来看 到底义是什么 义我们中国人观念 是行而义之 畏之义 行得很恰到好处的 就是义 行而义 义就实义 这很好 没有怎么破错 这叫做义 也就是行得恰到好处 就是义 罪是过而不及 超过而 或者不及的 这叫罪 与义是行而移之 是相对 这两个是相对 那在人来看这个义的时候 他没有什么相对不相对 他只是在思维里面 只有四分之一 在这个八的里面 就八分之一 他又不是全部 那在圣经讲这个意思 全部 并是完全没有罪的 并是完全有罪 这两个分开了 是相对的 罪的反面的意思的 就是义 所以保罗 因信称义 就是义 你信了主以后 你就变成一个完全的人 完整的人 什么完整的人 是被神称为义 不是因为信德 不是 保罗讲的 不是因为信 这个 信 不是因为信称德 他是称义 义是一个完整的人 不是因为信称德 也不是因为信称善 德跟善不错 但是不是为了这个 但是为了义 因为的德与善 都不足以 衬托出 罪的反面的意思的 你是你有德的 你有善的 你称不出罪的 这个罪是一个人 义也是一个人 是两个想对的 那你的善是一个 弱势的结果 德就是你这个品格很好 这个德又不能跟它对在一起 所以义 圣经的义跟罪两个是对在一起 这个感谢主 因为中文实在是翻得很好 为什么呢 因此义就是无罪 义就是无罪 反正我们就把义解释一下 这个我们看这个 第四符就是 饥渴慕义 你碰到这个义 这个义人 是无罪的人 你非常的渴慕 尤其又饥又渴的 你要成为一个完善的人 被神称为义人 这个人有可能 所以我们追求的是义 所以一个义人是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不义他不喜欢真理 这个人有分 因为他们必得保足 因为他是一个义人 神他就得到保足了 你没有任何缺陷 因为神赐福给义人 那饥渴慕义 这个义字也可以说是一个无罪 如饥如渴的 羡慕无罪的一个人是有福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羡不羡慕无罪啊 你如果羡慕无罪 你不想去犯罪 你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跟他亲亲祷告的 你一起祷告 那这个人你就是讨厌 这个罪恶的 那这个人是有福的 因为神是无罪 你讨厌罪恶 你就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必得到保足 因为你讨厌罪恶 你得到保足了 因为神就充满你 那亚当后裔的 本来就是犯罪的 因此的犯罪是理所当然的 那是罪在里面的作王 你是犯的 亚当从罪入了世界 你这里面有个罪 每一个人都里面有个罪 这个罪因为是罪在里面作王 所以自然就带领人去犯罪 可是基督徒在心里换了一个王 把那个罪的王换掉 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 有生命圣灵的律进来 就把罪的律挤出去 罗马书第八章讲 你已经换了一个王 因为我们里面是基督在作王 耶稣在我们里面作王 让他在我们的里面掌管一切 就能够胜过罪 要胜过罪怎么办 就靠耶稣 因为靠亚当的话 他是个罪人 没有办法 一定要靠耶稣才能胜过 饥渴慕义的人 就是可慕无罪的人 这样才能够无罪 只有信耶稣得永生的人 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是真正的义人 是全然无罪的 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 所以他才有资格解决了罪的问题 主耶稣为我们死定是他无罪 我们代替有罪 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赎回了我们脱离了我们的罪 他的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恶 因此我们信了耶稣 就成为义人了 你就有了耶稣的生命 你就自然不犯罪 得到了保足 就被称为有福了 所以我们要我们的意思 靠着基督的保血 第五个 连续人的有福了 这个很容易懂的 连续人的有双重的意义 就是连续和体 也就是怜悯跟体恤 我们的神 祂是一个心 祂的心就是一个怜悯 怜悯的心肠 耶稣的看见世上的人有病 就动了怜悯的心 叫瞎子看见 龙子听见 哑巴说话 瘸子走行走 这个死人复活 耶稣为什么医治你的心 因为祂看到你的病 就动了瘸心 今天我们做牧师 要问人家疫病赶鬼 你一定看着他的病 说哎呀这好可怜 我们动了瘸心才能做 你不能是变成一个工具 在那喊一喊叫叫 是不幸的 一定要有爱心 所以有一次 有一次我们开 就开童工会 开得很晚 十一点多钟 我们都还不散 那有个童工 他的孩子 大概还有几个月 还没有到一岁 不知道有没有一岁 他抱到孩子 很年轻的 他太太就在那个 那个小包间里面 就陪着他 有本大的先生 等到开会完了 一过去 我们走过去 一看 这孩子满年通红了 通红了是发包烧 发很大的包烧 我就突然 里面一个怜悯的心出来 我就去给他按手报告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那烧就 烧就马上退 马上就退掉 所以说 这个要有个怜悯的心 那神本身就是个怜悯的心 他看到任何人 他都愿意一致 所以他在安息日 说能不能一致 到律法说不能一致 主耶稣全都一致 枯干了手 叫他伸出来 那安息日 是为了人主预备 所以他有个怜悯的心 那路加福音一章 七八到七十九节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场 神有个怜悯的心场 叫清晨的日光 从高天的临到了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因里的人 他这为什么有光来 照亮我们在黑暗中的人 把我们的脚引到了平安的路上 他怜悯 他给我们光是干嘛 就是要叫我们离开这个黑暗 神创造这个世界 他要有光就有光 光一来 相对的黑暗也跟着来 那今天呢 我们是神的光 以赛亚说讲的 我们是神的光 那个光要照亮云路 而神的话是路上的灯 脚前的光 你没有光你怎么走路 你假如有时候 这个路上没有灯的话 你根本寸步难行 看不见路 所以要有光 这个光就是神的怜悯 体系就是耶稣想到别人 他想到别人 他会担当他们的软弱 好像我们的体系别人一样 体系人一样 怜悯是心里动了一个爱心 同情他 体系的是行动的表示 你要去做 体谅他 原谅他 而且有具体的行动来帮助他 这体系是你要去做 怜悯是一个心里发生的一个怜悯的心 怜悯的心就是我们天国 神国子民的很重要的一个天性 所以你总是要怜悯的 我的孩子我看他都很有怜悯心 看到有个讨饭的 他总是很小的时候 就是要一些钱来给他 他就看他好肯定 所以这个人要一个怜悯的心 第五 怜悯人的有福了 因为他们帝蒙怜悯 因为你要什么样的人带你 你就要怎么带你 这个是两个人 你饶恕人的 天会饶恕你 这个是怜悯 怜悯人 人家也会怜悯 你怎么样带人 神也怎么样带你 圣经说 不要单单的顾念自己的事 也要顾念别人的事 也要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不要自以为了不起 这都是我们要舍己 想到别人 这个舍己的心 怜悯就是一个舍己的心 你为人舍己 人家就为你舍己 那怜悯的人呢 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闭蒙怜悯 包括了同情 关怀 担当 宽恕 容忍 这个人的就是怜悯 这个一个动作 彼得的像耶稣说 我的朋友得罪我 我饶恕他七次可以吗 因为七次是人道 是人的极限 七次是人的极限 耶稣说不够 人家要七次的七 那是天道 是神的道理 所以我们要照神的道理讲 要完全的饶恕 那是无限 无限次 人的体能 智慧 德能 都是有限度的 但是神是无限度的 那马太福音十八章 二十三到二十三 天国好像一个王 要和他仆人算账 才算的时候 有人带了一个 欠一千两银子的来 因为他没有什么赏还之物 主人就吩咐 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 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来还债 把他都卖了来还债 那仆人就服服拜他说 主啊宽容我 将来我都要来还给你 那仆人的主人呢 就动了瓷心 他动了瓷心了 就把他释放了 并且免了他的债 都免掉了 那仆人出来 遇见了他的一个同伴 欠他十两银子 他欠他千两 那个老板都已经饶恕他了 那他有一个 欠他十两的 他都不放过 便揪住他 捏住他的喉咙说 你把所欠的还我 他的同伴就 不服要求他说 宽容我吧 将来我必赏还 我必还清 他不肯 他不肯 主人饶恕他一千两 他现在不肯饶恕十两 那进去把他下在监里 等到还还了 所欠的钱 同时从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 就胜了忧愁 去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主人 于是主人叫他来 对他说 你这恶如仆才 你要求我 我就把你所欠的都赦免 都免了 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 向我连续你吗 所以你要连续人 你就比人家就会连续 所以这个连续人就必得到连续 所以将心比心 常常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情 你要常常有个连续的心 这个西伯来书十三章三节讲 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 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 你们这个人被捆绑 你好像这个心跟他一样被捆绑 就是圣经讲说 与哀哭的人同哭 与同乐的人同乐 你要有这样的心情 就是连续的心 你要纪念遭苦害的人 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 你想到人家受苦害 不是你苦害 是他受了苦 你也可以想到是这苦 在我身上也会痛 将心比心 这样的一个连续人 你要连续人 你也会被连续 这个就是天国 神国子民的一个品德 最重要的品德 你怎么样带人 也蒙人怎么样带你 要尊重别人 看别人比自己强 想到自己也是在肉身之内 就没有夸口 就会去同情连续别人 不会去恶待别人 灭待别人 当我们善待别人的时候 就是恩败自己的 特别注意 当我们善待别人 就是恩败自己 我们天国的教导是这样 因为你如何带人 神也如何带你 善待自己的办法 就是要恩败别人 你要善待自己 就恩败别人 我们对人有恩 就是善待自己 这是圣经的一个真理 圣经的真理是这样教导的 所以这个是天国 神国子民的一个品德 所以第六福 延续人的有福了 因为你们必须 永远续 那第六七星的有福了 那圣经告诉我们 天父是看不见的 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神是肉眼看不见 但是一个清新的人 是可以看见 我们看后面怎么解释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那神是看人的内心 神看内心不是看外表的 不是看你的外表 清新就是清洁的心 清洁的心 希腊文的意思有好几样 第一个就是心无恶用 你心专一对主 你也恶用 一下要这个一下要那 你如果心里服侍两个主的话 你到底要对哪个中心 你是一个专心对异的事情 第二个是专一不懒 就是你专一的 你不会受别人的影响 第三个是心中没有偶像 你不要心中有偶像 你本来是拜神的 你心中又去拜那个偶像 偶像不见得是一件事 是菩萨了或者假神了 是你所爱的东西 也都是偶像 第四个就是心中没有怨恨 我们基督徒常常有怨怨怨恨 这个都不是天国子民的一个品格 第五的是心中没有不良的动机 我们碰到一件事情 你开始动机是对还是不对 有些人的外表没有表现出来 里面一开始就想要夺人家 要来得人家 要来什么时候骗人家 这个动机是不要有的 神看人的思想意念就是行动 他看你心里的思想就是行动 这个就是律法刻在我们心板上 律法在外面我们犯的罪才算罪 可是刻在我们心板上 我们想就是犯罪 你看到这女人想的不好的东西 你就得犯奸引罪 你看到弟兄 你恨你弟兄 但你没有表现出来 就是杀人 所以律法已经升华在我们的心里面 那这个就是行动 他只会看我们里面的思音之一面 就是行为 已经做出来 这个是比较升华一点的神的道理 但是我们天国的道理就是这样使用的 因为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 没有 神看里面动机就是行为 那诗篇139篇在讲到 神啊求你监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的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这大卫的诗 大卫和神心意 他做的诗是这么的美 他就把他心思意念都交给神 所以我们一祷告也要这样 就亲信的人有父呢 因为他们病得见神 所以亲信不受这个世界影响的话 你会看见神 所以我要看见神 可以啊 就是你要亲信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 那个亲信的人就是心无恶意 恶念情欲 心无恶用 专一不然 心中没有偶像 心中没有怨恨 心中没有不良的动机的人 有父人 就必不见神 创世第39章九节 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 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 只留下你 就是那个约瑟 约瑟的主人把他太太也没留给他 其他东西都给他管 因为你是他的妻子 我只能做这二大二来得罪神的 当他那个菩提法 他太太来引诱这个约瑟犯罪的时候 那约瑟所看到的不是这个世界 不是这个情侣 他第二眼看就是自己犯罪 所以他就说说 我不能做这个事得罪神 那约瑟在菩提法家的受女主人的引诱 诱惑时 他见到了神 他见到了神 到底碰到困难的是 你见到神还是见到你自己 所以说了 我只能够做这大二得罪的神 清心寡欲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并经了神 必得到见神 在圣经中被人看见是一件大事 人若没有看见神 人就很可能看见 所以被人看见是一件事 但我们要被神看见 神是无所不在的 大卫犯奸淫罪的时候 是眼目的情欲 情欲的是 当人看第一眼的时候没罪 你看这个情欲第一眼没罪 看第二眼的时候 就要自己负责了 因为看第二眼就看不见神了 当你看见第二眼的时候 你就看不见神了 今天约瑟就能看见神了以后 就逃脱了罪 罪了的引诱 所以清心的人是不会看第二眼 因此轻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这个情欲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 你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从那轻心祷告的主 主的人来追求公义 信得仁爱和平 就最后一七样 使人和睦的有福了 能被称为神的儿子 是极大的祝福 外邦人因信耶稣基督 就能够得到神的生命 被称为神的儿女 那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全顶 做神的儿女 那我们接待神 我们相信神 即成为神的儿女 成为神的儿女 是一个最大祝福 那死人和睦的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 你死人和睦的 就变成神的儿女 怎么解释呢 死人和睦在今日的世界中 是何等的重要 人一人的相处 我们在家里 在社会的高位上 甚至于在教会之中 人一人相处 要保持距离 以策安全 整个世界都充满了不和 充满了勾心斗角 民正暗斗 但是我们因信耶稣基督 得着神生命的基督徒 成为神的儿女 今天我们活在地上 不仅仅是有神的儿女的身份 和地位 还能够行 在这个行事为能方面 与我们所活的 所活出的相称 我们要做出来 不能只是嘴巴讲 所以要跟我们活出来的动作 是相称的 也就是活出了 盐的功能 盐啊 我们要做世界的光跟盐 盐的功能 盐的功能 使人调和 那活在神儿子的见证里面 这就是赦免 饶恕人 使人和睦 就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是使人和睦 他是 盐一样 调作的调和作用 那箴言第六章讲 耶和华所正恶的有六样 言他心所正恶的共有七样 就是高傲的言 沙皇的蛇 流无故人群的手 涂抹恶迹的心 非跑行恶的脚 吐谎言的假见证 并弟兄中 善不 分争的人 在弟兄中善不分争的人 是神心中所恨的 为什么 他就是不能使人和睦 所以说 弟兄中善不分争的人 是神心意所正恶的 善不分争与使人和睦 是相对的 使人和睦的人 是我们的 那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十二十一节 一切都是出于神 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 直奋赐点我们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 归到他们的身上 并且将这和好的一个道理 托付了我们 神已经把这个道理托付了 就使人和睦了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实则 就好像神借我们的 我们劝你们一般 劝你们 我们借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这个就是我们以人死人和睦 这个就是神用无罪的代替我们有罪 神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没有办法让我们人跟神和睦 主耶稣付到了代价 无罪的代替有罪 是叫我们对神和睦 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 就是要在世上与人和睦 大家一同的无论做什么 我们都是要来荣耀神 就是凡是做互相效力 叫爱主人得益出 就是基督徒的一个责任 神的儿女的见证 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 使我们的借着十字架 和救恩与神和好 成为了神的儿女 人与人之间也就是能够彼此的和好 基督徒如何使人和睦 就是要领人归主成为神的儿女 才能够使人和睦 成为有福 所以我们不但要使人和睦 最大的方法 不是靠你自己的财战能力 而是靠你把人领到神的面前 他们在主里面就是合一的 合一的那就是最有福的 最后一个 唯一受逼迫的有福的 义人就是刚刚指的 义人就是义人 罪就是罪人 义人是指的神的儿子 不是耶稣 耶稣基督说的 为什么 因为圣经里面所说的义 跟我们的义 李依连指的义是不一样的 圣经里面的义是对着罪而来的 罪的反念就是义 罪的希腊文的义是 就是过于不及 都是罪 义是行而易之 义就是无罪 耶稣是无罪的 所以圣经的义是指的耶稣 是不一样的 跟我们讲的义是不一样的 第八福是为义受逼迫的有福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那可见天国里的人 注意看 你为什么要努力才进去呢 可见天国里的人都是受逼迫的 为什么受逼迫呢 这里说为义受逼迫 逼迫是指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一节 讲什么呢 讲人若因我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 捏造各样坏话 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这个逼迫就是这个 逼迫你们 捏造害你 这些东西 为了神的缘故 你们就有福了 那这个他一般把它归到第八里面 那真的话这也是一 为神 为一受逼迫的 这个是为逼迫而归 而归向神的 这就是 耶稣十二个门徒 我们现在看到十二门徒结果 除了犹大自杀 老约翰寿终 其余的十个都是为主殉道的 彼得还道定十字架 没有一个人发悦眼 他为了神殉道 没有一个发悦眼 他们愿意为主的灵受苦受死 因为他们知道天上有生命的坏年 为他们存留 所以他们都甘愿 配慰主的灵受死 所以天国是他们的 所以说我们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 为神受益受苦 那是值得的 保罗讲说 我这么多年在这个路上这么苦 我都值得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今天为了神的缘故 你受了点苦 你也没觉得你是值得 如果有的话 那你就是有福了 就是天国生命 天章经济前书三章三节 免得有人被诸般的患难的摇动 因为你们自己知道 我们受患难原是命令 所以我们的患难领导 也是神所允许 不是说随便就给你 是神允许 所以我们就欢喜领受吧 另外此图行传的讲到 兼顾门徒的心 劝他们的狠手所信的道 又说 我们进入了神的国 必须要经历出很多艰难 所以进国是努力进去 我们进神的国 你要很多艰难 弟兄姐妹不要怕难 只要知道怎么样交托给神就可以 那基督徒的进入天国 是需要努力的 受辱的 受苦的 受死 结论 这个基督徒成为神国的子民 需要遵循登山宝训 一般人所以 为有福 都是在外在物质上的住 那保罗所认为的有福 是唯有不做工的 是信 称罪人为义的神 你只信神你就得到福 他的信 就算他为义 这个人就是变为有福 大卫的称 那在行为以外 能神算为义的人 是有福的 那耶稣登山宝信中的八福 就是神子民的福气 我们要记住 不要听过就算 记住我们要去洗 登山宝信我们看 第一个虚心 天国是他们的 第二哀动 虚心是渴慕神的话 哀动就是一个 畏罪的这个 这个认罪悔改的 这个哀动 他就必得安慰 温柔的经得起考验 他就必得到他的考虑 饥渴慕义的 就必得到饱足 那个连续人的 你必得到连续 那清心的人就必得 得见神 使人和睦的 必成为神的儿子 为义寿敌 或天国是他们的 今天我们讲的就是天国的律律 讲到律律律法是枯燥无味 它是非常重要 对我们很多重要 所以你们今天听一下 没有办法听懂这么多 这个这么多是一个八篇道才能讲得完 所以等一下我把那个powerpoint 都放在微信上面 你们回去慢慢慢慢看 看我哪点做到 哪点没有做到 这样是对我们在天国的指明是很大的一个有助 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 你在世的时候登山上去 所教导我们的这些话语 真是我们全国的福气的一个根源 主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八福 是我们在神国的指明是应该有的品分 主啊但今天我们都忽略掉了 我们的读读听听都没有去管 但是今天我们愿意在这个疫情在四孕的时代当中 我们要专心来思想 到底我们有没有在天国的福 天国里面是有的 求主您帮助我们 把今天的教导刻在我们心坛上 让我们遵循神的旨意 因为神的话是永远不改变的 神的话是带有能力的 神的话是生命 神的话是灵 主啊求主您帮助我们 在这个话语里面 一个扎根 一个认识神 谢谢 祝荣耀送来归天 祷告奉主耶稣祈福圣明 阿曼 阿曼